您就这样走了 还没等我和张阳结婚 你放心 张阳对我很好 以后我们会很幸福的 张阳温奥旭 你们竟然在我妈的葬礼上 做出这种上风败俗的事 哇 哇 你要干什么 你疯了 人渣 竟然跟我的桃妹搞在一起 这狗血都撒到我妈的葬礼上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解释你们 家人们谁动啊 全部都抓紧现场 解释的小姨 从前九尺中心 帮我打电退男友 你把临走前来说 幸亏给你找了个好婆家 没想到 张阳连畜生都不如 竟然在你妈灵堂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一个 比张阳好千倍万倍的男人 你说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啊你别愁眉不了 听我的亲妈好吗 好 孩子拿酒 梦乃你真是 老天爷发的老婆 长得真帅 梦乃你真是 女人要自爱 金语一个月 后穷龙撕裂 什么撕裂 男朋友太粗暴了 撕裂放了那么多阵 自己注意点 看 你缺一拐的 肯定是男人胎 哎呦 玩意这么大 要是我女儿 王万 贾阿姨给你介绍了相亲对象 你去见一下 相亲 相亲 哦 好 这次原来还没有男朋友 真不要脸 你们要是再拔破 我绝给你们撕裂了 霍总 李氏集团在抛售股份了 我们要数手吗 不急 过段时间 李氏集团的股份 会低十倍 到时候 我们只需要十五亿 就可以买下李氏集团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霍总真是商业奇才 不过奶奶 让您跟李氏集团的千金 李妃妃相亲 会不会不好交代 您好 霍总 那不是昨晚才跟您 是我还给了您一千亿名币的女人吗 可还不会是把霍总当鸭了吗 她能身价千亿的大早财 居然比达到十六十年还没醒醒 你很闲吗 没有没有 我先去忙了 您好 我叫温婉婉 是服装店的导购 月入六千 我妈病逝了 家里就剩下我和我爸 要还之前 为我妈治病欠下一百万的债务 我是一个高度游物的男人 所以呢 我希望对面的您也是一个高度游物的女人 高度游物 我姓高 全名高度 我之前一直在日本留学 最近才回到国内 不过你放心啊 我不会一直待在国内的 我马上就回到日本去了 虽然我是一个美国国籍 你成分挺复杂的 这哥以前要调查啊 以我全球金融投资的经验来看 跟您在一起 其实是一个高风险 低收物的事情 但是呀 我看您身材挺好的 而且长得也还不错 所以决定给你一次机会 这样吧 我可以不定期的给您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毕竟我有这个实力嘛 那真是谢谢您啊 我平时有空的话 喜欢说一些阳文 所以我希望 您能尽快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我也有丰满的身体哦 您舌台有点白 要不抽空去看看医生吧 你啥意思啊 你这种月入六千 负债一百多万的骚货 人家也敢学习我啊 你 谢谢啊 你是 昨晚那个男的 是我 没想到你口外这么重 竟然和高度有物男 相亲 我又不知道它是那种奇葩 内裤 在我这儿怎么 我 你原来喜欢这个 我的内裤被你撕烂了 我不穿你的 难道我 你还穿我的 难怪你昨天那么热情似火 你 昨晚是个意外 你打算白嫖啊 我记得我给过你钱啊 就这做什么 姐姐给你找的小肺 我这不是提前给你吗 反正以后你也用得着 所以 你就打算这样糊弄过去 你 要钱没有 要不 我多给你垃圾的 要不 你跟我相亲吧 你 你还说 幸亏给你找了个好佛家 张阳连畜生都不如 你让你妈怎么瞑目啊 我一定会找一个比张阳好千百万倍的男人 帅哥 咱也别磨叽 直接闪个婚吧 你 你都不了解我 就就闪婚啊 咱们昨晚不是已经深入的了解过了吗 啊啊 啊 她是我唯一身体接触不会过敏的女人 就她 我叫霍向婷 现在三无一友 无车无房无工作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没工作可以找 没车的话我有辆小电驴 待不也够了 没房我们就一起存钱买 那你说的一友是什么 我有个女儿 你结过婚还有女儿 我没结过婚 嗯 未婚生子 不是 你这种职业的 孩子真可怜 不过你放心 我会好好善待她的 正好我也不用伤了 那我们就闪起来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是个弟弟 哎 生理上的成熟 不代表心理上的成熟 对了 什么时候搬去我呢 啊 你不会是想 刚结婚就分居吧 这婚结得太突然了 过两天 过两天我就搬过去 地址给你发过去了 搬家的时候 给我发信息 你居然住在云顶院 那里的房子可贵了 很贵 那可是有名的富人区 是 我就算打一辈子工 也买不起那里的卫生间 该不会是包养你的金住的房子吧 那是我朋友的房子 我朋友出国了可以免费住 但是让我帮他照看一下房子 你说的也对 我们都结婚了 总不能住在别人那儿 等我找了新的地方 我再发给你地址 好 那新房子的钱我也出一半 以后我们A 这是我的存款 你先拿去还债吧 谢谢 不过 这个钱我只会用在我们的小家 我不会拿来还债的 等我还完了债务 我们再一起攒钱买房子 哥哥 你不是快上班了吗 赶紧去上班 对对对 什么事来着 我想起来再跟你说 拜拜 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 对了 你家钥匙还没给我 这是 她是我堂妹 你好 我是霍兰娜 你好 我 你不是快迟到了吗 你先去吧 我等会把家里的钥匙给你送去 好 拜拜 走走走走走 唐妹 哥 那谁呀 你怎么来了 奶奶让我抓你去跟李飞飞约会 不用了 真的假的 你还信不信 还没到时候呢 她现在不知道我的身份 也认为我是个无车无房无工作 还带着一个女儿的 穷吊丝 那你就告诉她 甜甜是你领养的 我跟她说甜甜是我亲生的 她这都没有嫌弃你啊 不过为什么偏偏是她呀 那么多豪门千金成功女性追求你 你都没同意 她可是唯一一个跟我亲密接触 不会让我过敏的女人 嗯 这么特别 我越来越想见到她了 少个添乱 好 我可告诉你 你这又是隐瞒身份 又是撒谎 有孩子欺瞒人家 小心追欺火葬场 少个乌鸦嘴 李飞飞那怎么办 她可是奶奶认可的孙媳妇 你去找李飞飞谈了吗 我刚结婚才那么点时间 陪我老婆的时间我的先生 哪功夫打理她呀 万一被我老婆知道了 她会误我的 不是吧 才刚领证 就被那个女人吃定了 什么那个女人 叫嫂子 我的天哪 这不会真的是1992年的XO吧 这可要五十万 我的天哪 这正品得不安 你是怕说吗 这起码得五百万 肯定是厌品 你老公是诈骗犯吗 怎么家里到处都是厌品 不至于 男人得多坏 女人怎么会连女儿都不要 也不愿意跟她在一起 就算不是诈骗犯 难道是家暴呢 老婆 你朋友对我成见很深啊 哇塞 他是你老公吗 不然呢 他好帅啊 难怪你会闪婚 帮我问问他 他有没有兄弟 精致点 嗨 帅哥您好 我是江夏琴 晚晚的闺蜜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怎么没看到 啊 暑假去太奶奶家玩了 开学会了 没工作还有个女儿 我 现在又跟晚晚结婚了 你以后打算怎么养家呀 你刚刚还夸人家帅 怎么一上去捅头子 我还不是为了你 嗯 我会尽快找工作 对他会找工作的 我有存款 嗯 而且存款都给我了 你不是还有事吗 先走吧先走 时间还早还没说完呢 早什么早 你等会又要抱怨没有好位置了 我们一会还有事 晚饭自己解决 你们去哪儿 我陪他吃做头啊 对哦 我今天晚上也要出去 你早点回来 你去哪儿 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 我去面试 你朋友不会是做鸭的吧 哎 想想什么 我们一起努力 加油 啊 你结束单身了 今天必须给你好好庆祝子 少拿我当这个 是你自己想来这玩吧 他吵我飞吻了 我呢你喜欢哪个 是 哎 我老公差远了 是 跟你老公比起来 这些都是雍之俗粉 抱抱你老公 他身边还有没有像他那么帅的 要有 我也不会被逼着来陪你看小哥跳舞了 我的白马王子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来来来来 嗯 嗯 嗯 哦 姐姐 姐姐好棒啊 姐姐 那不是你 同媚温奥雪吗 他劈腿张扬 竟然还在这里左右抱 他过来了 嗯 是嗎 快帶出來看看呀 哈哈哈哈趕緊打電話給你老公 讓他趕緊過來 算了吧 你玩玩趕緊打電話呀 我可是專門坐在這 等你打我的你 你可不要心軟了 聽說霍總從不碰女人 甚至為了避免跟女人接觸還戴了手套 而且 接近霍總的女人都下場淒慘 難道 霍總是個gay 跟秘書你才是一對 當然不是 對於我們霍總來說 女人都是過敏人 除了我玩玩 那可是她的起要 她沒見 該不會是要跟我說 你男人沒空吧 這裡信號不好 我出去打 我看你要演到什麼時候 被張揚拋棄的女人 還有男人會要你 你出去打 我有的是時間 陪你慢慢玩 那你就好好給我等著 霍總還在猶豫要不要盤下這家店 那我就親自上場 讓霍總感受下我們這裡的福 好 赫總 小姐姐 你要找不到人 可以让我朋友过来帮你撑场子 小姐姐长得这么好看 我可不忍心你被欺负 我总能打 他是谁 这就是你摔的色头发 他是谁 这就是你摔的色头发 滚 滚开 没答我的问题 误会误会 我是看姐姐一直打电话打通 所以过来帮着忙 谁预许你叫姐姐的滚 霍湘婷 你答应过我什么 这么快就忘了 我就是过来找了万劫钱 我答应过你 从凉了 那个女的都快涨到你身上了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我已经辞职了 工资肯定要不回来 那怎么行 工资该要还是要要的 傻瓜 你是我们的钱 现在理发店还有这种服务 汪天老师临时有事 我就逼着婉婉来这儿了 怎么 结婚了 婉婉连这点自由都没有 有 下次记得带我一起 又撒狗了 你干什么 不许你打他主意 婉婉婉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 明明没有那个超能力 还霸着这么帅的小哥哥 就像你明明没有实力 却还想着进货事集团当设计师 天真的以为 只要一只头简历 别人就会要你 真是笑死 小哥哥 跟着我 可比跟着这个又穷又没能力的姐姐 强多了 把你写给我 我帮你教训她 你是怎么想到用鞋底抽我二血耳光的 因为脏 它确实挺脏的 对了 你每次向货事集团投简历 悲剧的原因是 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老婆打扔我 没上过大学 听说货事集团的新总裁 他用人不问出处 前段时间有一个初中毕业的 还做了高管 还上了热搜 那要不我再试试 可我怕丢人 你什么时候害怕丢人了 你这个想法就很有问题 你作为我这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的老公 应该充满保护欲才对 行 把手机给我 干嘛 你不是要保护 密码 密码 我手机尾号后六位 你还真记得啊 嗯 哎 你刚对我手机做什么了 我 帮你投了简历 你怎么这样啊 我都发誓再也不像护士集团投简历了 抽回抽回 可是这是我投的 干嘛 你又想问我 告诉你 这一个月都不可以联网 我这一个月都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我们都已经结婚了 告诉你 女人 矜持点 谁不矜持啊 等我回来 怎么还不回来 去哪儿了 这是 这些脏了 不要了 我在网上买的一百多呢 你 果然很好看 这鞋一定很贵吧 你就别想着脱下来 老板说了 只换不退 我的心在地险 千金散去 还付来 不要再难过了 货师集团 让我明天去面试 看 这机会不就来了吗 听说啊 这面试的都被赶出去了 这一个个打扮得涂里涂气的 还想飞上之头变凤凰 也不看看什么身份 还想勾引我们货总 可不是嘛 这次照片名额早就内定 不过是走过场 就是 李氏财存的股份 已经低价卖给我们了 另外 那家酒吧已经盘下了 再做发廊奇恺计划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老婆的面试安排好了没有 放心 都安排好了 万无一失 温温温 你怎么在这里 你说呢 温温温 你要是敢像上次一样 我就喊保安 把你给抓起来 你这种小三 还不值得我专程跑来 我是来面试的 面试 我说你怎么混进来的 原来是伪造面试的号码牌啊 我没有 你还给我 我们货师集团 可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大公司之一 去年净值利润就七百亿 会让一个大学都没上过 你文盲当设计师 反 把这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贱人 给我丢出去 你 放开我 你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 就敢跟我平起平坐 你知道平时张扬 怎么说你 他说你 连充气晚晚都不如 听说 霍氏集团的新总裁 他用人不问出处 那要不我再试试 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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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总被 怎么这么像老公 像做什么呢 你老公怎么可能是 喝不定的大公司 这么快就面试完了 嗯 闷闷闷不乐 没事 晚上一起吃饭吧 你在哪 我刚出公司门口 你先别动 我等会儿来接你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了吗 我老婆还没面试就离开了 事我是职 我马上解决 给你三分钟 不管是谁 马上炒掉 是 你好 我是霍氏集团 请问您是温文婉 温小姐吗 我是霍氏集团 请问你是温小姐吗 霍氏集团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不会是诈骗吧 不是 你打错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 但是我 不会把我拉黑了吧 哎 霍相亲怎么还不来 打电话也不及 温小姐 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的人 哦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您是 是我对不住您 我替刚刚 麻烦您的同事 说一声抱歉 现在 您方便跟我进去面试吗 好 我们招的是设计师 有简历吗 我 没有简历 那 有带作品吗 嗯 我看看 这个确实 真是可惜了 已经被丢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温婉婉 就你了 你对薪资有什么要求 薪资 两万 两万行不行 三万 而且要做得好 我们有奖励 福利待遇这方面 绝对是国内最好的 什么时候可以入职 给你个星期 够不够 行 那就这么定了 好 你凭什么自退我 你还好意思问 你差点害死我 不要以为你现在帮上霍总成了他身边的红人 就可以公报私仇 你信不信 我告诉张扬总 你是七道鞋吧 不要说张扬 就算少玉皇大帝也没用 赶紧收拾东西走人 这边呢 是我们的设计师 正在赶制的一个单子 这边呢 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 每款 都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我们往这边走 就是你的工位了 你要尽快熟悉这里 以后啊 你要好好加油 尽快设计出漂亮的衣服 看好你啊 加油 来来 今天啊继续加班 必须把这些衣服全部改出来 有没有问题 好了宝贝 别伤心了 我已经联系好了 让你去我朋友的公司上班 你朋友公司 能和霍氏集团相比吗 我打听过了 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你好好想想得罪了谁 我没有得罪过谁啊 硬说要有 也就只有温恩王宛那个贱 但他根本就没有这么大能耐 但是 你马上就要和温婉婉一起工作了 你不会 我又跟他搞在一起吧 怎么可能呢 温婉婉在我眼里 连冲启娃娃都 我怎么可能会跟他搞在一起 更何况 我不是有你吗 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我可不敢相信 我让温婉婉滚 这总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在哪 获总 你怎么不说话了 听了见吗 你怎么不说话了 听了见吗 互相提 你这是要干嘛 怎么 我迷失成功了 怎么又成功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们突然就叫我回去面试了 刚开始后还以为是诈骗呢 你警惕性这么高 怎么敢跟我闪婚 诈骗饭那么有钱 应该不会当年吧 你们女人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呀 怎么了 算了 请你去吃大餐 祝你面试成功 吃大餐都贵 去逛夜市 好 怎么样 也不错吧 物美价廉 虽然我现在找到工作 但你失业了 我们在一起还是要省的 路边摊 能行吗 虽然是路边摊 但是只要搭配好 一样能穿出高级感 这个不错 就这个吧 你怎么连价格都不问一下 老婆 你真的要这么省吗 不节省 怎么还债买房 我可是看家高手 告诉你个绝账 不管老板要多少 你只要抱个零头 准拿下 老婆 这些年 你都过得这么节省 这有什么 勤俭节约 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老板 这个多少钱 六百九十九 九十九 不行 还是觉得前几家物美价廉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谢谢 我买到了 老大 回来了 你干什么 我职贵的债不是已经转给你了吗 瑞熙又涨了 还差一万五 老大 三天 三天后如果再不还钱 就像他这样 三天要是再不还钱 就像我这样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没什么 我们回家吧 走吧 一个星期必须完成 霍总 您留一条活路吧 陈妻办不到呀 行 那你去跟项目组 一起调到棉被子宫死 霍总 保证我身上 你 我是你的朋友 回我家吃饭了 什么 不进 不用 男的 不是 是我公命 好 您让我们一个星期完成任务 原来是为了空时间陪老啊 不然呢 什么眼神啊 哥 你变了 说人话 你跟嫂子新婚甜蜜蜜 我这个单身狗天天被奶奶轰炸 好问问你跟嫂子的事 是委屈 我倒有个办法可以让你解脱 什么 嫁人 不是哥 这跟嫁人有什么关系啊 你天天忙着嫁人 奶奶自然就不会因为这件事烦你 哎哟哥 我错了 能为你跟嫂子入宫 是我的荣幸 我怎么可以有了媳妇 忘了命你 哎呀 哪能呀 你可是天下最好的哥哥 真的 比真金还真 只要能助攻你跟嫂子的感情 我愿意粉身碎骨两肋杀刀 我 不用这么勉强 不勉强不勉强 哥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下周 你嫂子就要入职服装设计部 你准备一下 我准备入职礼物吗 包包车 准备入职 啊 不愿意 我愿意 我愿意 我就是怕 嫂子要是知道真相了 害上我怎么办呀 你们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我可不想当这个恶人 那你就好好照顾你嫂子 别让她受委屈 遵旨 我就直说了 咱俩没可能复合 你想多了 行了 你别装了 这世界上除了我之外 不会有别的男友 虽然你在我这里只能当个备胎 但只要你肯乖乖跟我 你欠的那一百多万 对我来说不过是毛毛鱼 不好意思 我已经结婚了 至于我欠的那一百多万 就更用不着你这个外人来操心 这就是 你想引起我注意的手段吗 你刚跟我分手就结婚 你老公知道 你是个水性洋化的女人吗 你干什么 或许我们换一家餐厅吃饭吧 她是太太的前卫婚夫 我也是刚查到的 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 太太都跟您结婚了 还跟前卫婚夫优惠 所见未必真实 这个道理你不懂 霍总 那我们还去这家餐厅吃饭吗 张阳 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还望我身上泼脏水 有意思吗 你刚跟我分手就结婚 你就是个贱货 你满脑子 除这些黄色垃圾 就没有别的东西是吧 太闲的话就赶紧回去 找你的充气娃娃 还我玉佩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在 玉佩 你在哪儿 我在饭店 你跟谁啊 你跟谁啊 我自己 霍向婷 嗯 我饿了 回家吃饭 呃 技娃 Rais 邓脚油 霍言 失望 怎么样 这是不是有点 不过太太应该很喜欢你尝尝 我走我走 呃 呃 我走我们还是比起话吧 怎么比几百亿的下午安呢 霍湘婷 哎 回来了 赶紧洗手吃饭吧 怎么这么大烟味啊 该不是哪着火了吧 呃 很大味吗 开窗通风了 这些都是你做的 米其林大厨做的饭菜 肯定能让您太太满意 霍总您就放心吧 对 你说怎么了 你心疼我 你是我老公我当然心疼啊 比起这些皮肉伤 我更在意 你跟你前未婚夫的关系 我今天就是去找他 拿回当初订婚的玉佩 可惜碎掉了 这个玉佩是不是对你很重要 嗯 我妈留给我的 不过就算没坏 也要拿去点档还转 哎 我认识一个修复玉器的 要不 你把这个给我 我去试试 好 先吃饭 我 这封衣设计的挺有灵气的 你喜欢 那你把手伸开 我给你量一下尺寸 这封衣是给我设计的 嗯 新婚礼物 可是你们有尺子怎么量 我可是专业的 来吧 你 你不再量会儿吗 明天 你不再量会儿吗 有空陪我回娘家吗 好 爸 这就是相亭 过来坐 叔叔 我老听晚晚提起你 都说我什么了 说您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爸爸 听说啊 你是送外卖的 哦 对 我之前也跟过送外卖 你都送些什么区域啊 平台让他送哪儿 他就送哪儿呗 呃 跟晚晚说的差不多 那怎么行 送外卖也想计较的 回头 我仔细跟你说道说道 怎么认识晚晚的 我们 我们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之前他有男朋友 不敢追他 后来分手了 这就把他追到手了 晚晚 他妈走的草 这些年 跟着我一起还 他妈住院治疗的费用 吃了不少苦 虽然我们家 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晚晚是我唯一的女儿 你要敢对不起她 获出这条老命 我少了你 您放心吧 我肯定会对晚晚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吧 不用了爸 不用了爸 我们都已经领证了 向婷之前做的还不错 赚的不少了 谢谢爸 你真说 爸 那我的呢 谁是你亲生的呀 怎么霍向婷就有红包说 我就爱爸 哪有给自家女儿见面红包的 你可以给我脱单红包吗 我到国外工作赚了大钱 给你个大的 国外 爸你要去哪儿 绵北啊 你怎么会想要去绵北啊 我听说那边很不安全 老赵介绍的 爸 到底是什么工作 一年能赚一百多万 就打打电话 跟人聊聊天 爸 我怎么听着那么不对劲啊 哪里不对劲了 来 叔叔 我能加那个赵叔一个微信吗 去查一下这个人 这谁呀 还自己人 哥你不会刚结婚就出轨吗 你瞎说什么呢 这是我岳父的一个熟人 人家现在一个月赚一二十万 进出都有专人开好车 住大别墅 咱们一块去 两个人转的 还比一个人多 这熟悉的配方 我怎么听着背后凉嗖嗖的 腰还特别痛 查到之前先别打草惊蛇 哥 直接玩大的呀 话说 你连岳父熟人的联系方式都有 该不会是已经见过岳父了吧 你跟我嫂子进展到哪一步了 怎么了 最近奶奶逼婚逼得不够紧是吧 是不是应该我提醒一下 不用不用 给你准备了入职礼物 哥 这些是什么 近几年设计部的项目资料 你让我进公司 不是保护嫂子吗 看这些干什么 保护你嫂子是主要任务 西层锻炼 彻查是顺带 不跟你说了 我要跟你嫂子约会去了 嗯 温叔对你老公印象怎么样 还不错 反而是我爸挺让我担心的 你是说他去缅北工作的事吗 嗯 你也知道 赵叔那天把他们厂里 几个老同事都喊去了 说是要带着大家一起发财 好多人都报名了 也没说要交中介费押金什么的 赵叔又是老邻居 不会有事的 我怕我爸病急乱投医 对了 放高利贷的卷毛最近没有找我爸麻烦吧 再不还钱 下次照片上挂着的就是你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 何必呢 你要早把你女儿给我 用来这走 就闻闻闻闻的长相 那是 放到会所里去 不 闻闻闻的 你不要骚扰我女儿 快放了温叔 不然我报警了啊 记住了啊 再不还钱拿你女儿抵债 闻叔您没事吧 别告诉娃娃 没 没有找 那就好 你到了 我马上过来 谁啊 火想停 我俩约了一起去吃饭 去吧去吧去吧 等下她又打电话催你 我可不想吃狗粮啊 那我走了 拜拜 你不是结婚了吗 她怎么没来 她还不知道我的身份 当年你妈出轨 抛弃你们父子 你不相信婚姻 结婚后选择隐婚 我可以理解 但是闪婚 就不像你的行事风格了 行了奶奶 你能别去打扰她吗 你就把她好好藏着吧 你不让我进 我就偷偷的进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女儿 居然能把我孙子哄成这样 处处控制 一一的项目由我老婆重要吗 取消 记得清厂啊 什么清厂 什么生意啊 你到底是这么凶 给谁打电话 我在网上买了件衣服 给了差评 那客服给我打电话 过来骂我 这么过分 电话给我 过来骂 不要 我们得赶紧吃早饭了 入职体检要空腹 我不可以吃早餐 你那几个项目我都查过了 可以吃早餐的 这么细心啊 你还查了 是我老婆 我对你细心是应该的 伤口还没好 落这么多早餐 你想让我心疼啊 天气太热了 你这伤口又是创口贴又是手套的 我这反而不容易好 今天出门你就别戴手套了 不行 有洁癖啊 我除了你 不能碰别的女人 哦 你这土味情话我收了 谁让我是土狗 哎晚点要排号了快走了 怎么没有人啊 我还以为来晚了要排队呢 没人更好 早点体检完 早点学会 呀 霍总 大家光临体检中心 真是彭壁生辉啊 刘院长 我陪我太太来提醒 你能不能啊 好好好 你们忙你们忙 那个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我给你们最好的服务 刚才那个人可是院长 他怎么对你这么恭敬啊 该不会 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 这家体检中心 就是我开的 你开什么玩笑 不然呢 我可警告你 不准再跟你之前那些金竹网来了 要是让我发现了 好 等一下 可以了 我来量血压 我来 我自己 别动到时候血压不稳定 哪有那么夸张 你身上的衣服好好看 在哪买的 可以把链接发给我吗 这是我自己做的 哇 你好厉害 难怪你能找到这么帅的老公 温婉婉婉 居然又有够大部分的人 这么一样还不愿意给我当备胎 总是瞧 李飞飞竟然跟太太在同一个部门 该不会是 李飞飞知道太太的身份 又冲着她去的吧 以着李飞飞刁蛮的性格 知道温婉婉的身份 肯定会打上门来 要不给太太换一个部门 毕竟李飞飞是您奶奶弄进去的 不好动呀 不用 正好让李飞飞当我老婆的魔刀使 二小姐也在那个部门 万一被李飞飞认出来 你忘记拉拉出车祸的时候 整个容吗 看我这破记性 还是霍总您思虑周全 待会儿会有人安排你工作 你稍等一下 好 谢谢 我先忙去了 拉拉 你也在这里工作吗 是啊是啊 嫂子 你这身穿搭可真有设计感 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嗯 我自己设计的 拉拉 可以在这里遇见熟人 太好了 是啊 我们这下可有办了 不过你小心那个周八皮 她可不好惹 这边请 这边请 这就是你说的周八皮 是啊 晚安了 领导这件事情的男友 这边请 这边请 大家都停一下啊 今天公司来的新日 向大家自我介绍 我叫李飞飞 李氏集团总裁是我爸 我呢 就是来体验生活的 以后啊 大家可得多多照顾 你们要守住自己的 其实呢 李飞飞不单单是李氏集团的千金 更是我们霍总的太太 你们谁以后要是让她受委屈 就别干了 原来是霍太太啊 这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尽管吩咐啊 是啊 能为霍太太效力是我们三生有幸 这些蠢货 竟然把我当成霍向平的老婆 反正也是迟早的事 好吧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那我就不隐瞒了 我就是霍太太 什么 霍总太太 飞飞 我们去看一下办公室 有助理吗 有有有有 你 过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李飞飞的助理 李飞飞可是出了门的销针吧 弯弯弯要表多巧 就会被摧残的补顿 郑总 你没搞错吧 弯弯和李飞飞同样都是设计师 偏什么让弯弯给当助理啊 飞飞可是总裁太太 整个公司都是她的 你要是不满意 就滚蛋 我 算了 拉拉 没事 弯弯 你怎么这么能忍啊 或是集团能破例聘用我这个 连大学都没上的设计师 也会因为我的实力 给我应有的待遇 那我与其在这抱怨不公平 还不如努力 让自己变强大 我算是知道我哥 为什么请你当老婆了 弯弯弯 还不快过来 我去了 去吧 弯弯弯 把杯子给我洗了 弯弯弯 客户打电话投诉我 你去处理一下 弯弯弯 一会把这些文件给我复印一下 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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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那个谁 叫你呢 还不快去 去哪儿 你去总裁专用电梯等着 等霍总一到 第一时间拍照片 我要知道她今天穿什么衣服 好搭个情侣状 你不是霍太太吗 怎么连霍总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 霍总这样的大人物 着装当然会根据场景的需求来变换 菲菲不知道霍总穿什么衣服很正常 让你去做个事 问那么多干什么 还不快去 怎么样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你知道总裁专用的电梯在哪儿吗 第三个电梯 上面有标识 好 谢谢 奇怪 文文突然问总裁专用电梯干嘛 霍总 你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啊 霍总 我都能问过你的专层电梯在哪儿 你小心点 别说明明 霍总 您总算是来了 刘总 感谢贵公司给我机会当总司机 您叫我霍总 不太合适吧 我跟你们总裁同一个姓 别到时候可误会了是吧 刘秘书 我老公开玩笑呢 您别介意啊 就你 你敢跟我们霍总相提并论 我现在还有事 你去会议室等着 我待会上去 好好 什么情况 我之前来你们公司投过简历 他们觉得我开车的技术不错 就留我当总司机 总司机 现在司机还要加个总 听着很奇怪 那普通司机一个月才七千块钱 我这一个月可以一万块 那太好了 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上下班了 我老公照片呢 怎么还没发过来 我没看见霍总 没看见 让你拍个照片都拍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还不赶紧滚回来 怎么了 没事 我先去忙了 晚上一起回家 好 没想到霍总也有弯腰叫我刘总那一天 刘总心情不错呀 霍总 刘总心情挺好的 霍总做 霍总做 我只是帮你试一下椅子 看看舒不舒服需不需要换 你刘总一句话 差点害我暴露身份 我哪敢让你试椅子 这里有一份合约需要签一下 我一着急就 下次机灵点 是 查过了 太太出现在您的专用电梯间 是因为李飞飞 我还是让李飞飞赶紧走人吧 不然的话迟早得穿帮 更可恶的是 李飞飞居然当着太太的面 对设计部的人说她是您太太 不如您趁机公布太太的身份 帮她出出头 如果她连一个李飞飞都应付不了 那怎么做我霍家主母的为人 而且我也准备了一场盛大的宴席 到时候向所有人公布她霍太太的身份 说草草草草草的 你先下去吧 向天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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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摔倒了 你居然不服我 你知道的 我对女人过敏 除了她以外 我都射死了你还笑 我不管 你要补偿我 你擅自入职我公司 还要我补偿你 哎呀 我这不是想天天见到你们 可是我不想见你啊 还有 你是我老婆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没有 是 她们误会了 你把我当傻子吗 我 哎 向天哥哥 你什么时候 喜欢上玉佩了呀 刚好前段时间 我也拍下一个老康的翡翠玉佩 比这个好多了 到时候送给你啊 谁就这么胖了 向天哥哥 我都这么低声下气的给你道歉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我想要你滚 我不 我好不容易才求霍奶奶来你的公司上班 打死我也不滚 不滚也行 澄清我俩的关系 我刚才看见李飞飞装都哭花了 肯定是被霍总骂了 霍总这么凶啊 李飞飞可是她老婆 你别听张扬跟李飞飞瞎说 我好歹也是白富美 混豪门圈的 要是她真的是霍总的老婆 我怎么会不知道 富豪不都喜欢隐婚吗 小说还有电视都那样 而且张扬那么巴结李飞飞 应该没错的 哎 到时候就知道了 张扬的嘴里 我看着就恶心 她还在李飞飞面前 真的太坚实了 你这么一说还真挺像 喂 爸 你赶紧让向婷把她的身份证 哦 还有一张两寸的照片发给我 我给她提交去棉被工作的申请 快点啊 向婷现在是我们公司总裁的总司机 她一个月有一万呢 你和湘婷就别去明白了 我和她每个月加起来有好几万 很快就可以还清债务了 霍总 谢谢您刚才在会议上帮我说话 我帮你 是因为你提供的是真实数据 天呐 霍总好帅啊 不过她最近变得更有人气味了 该不会谈恋爱了吧 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能嫁给霍总 好羡慕啊 下班了 爸刚打电话跟我说 你几万算什么 就以前在小区建垃圾的那个小带 人家去棉被 现在一个月随便都是十多万 不说还债 往后你们买房 生孩子养娃 要的是钱 别磨蹭了 见面再说 你要是不想去棉被的话 我跟爸说一声 没事又轻松又能赚到钱 干嘛不去啊 到时候就联系吧 你没事吧 你还不扶我一下 别动我 你怎麼樣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此刻还要吗 呀呀呀呀呀 我有一個禮物要送給你 送好了 對了我也有一個禮物 你 你在想什麼呀 人家根本沒打算跟你一起睡 好丟人 I'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 You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 原来是个梦 要迟到 看我这身衣服怎么样 从来没穷过 就怕不像平常老太太 像 不过你让李飞飞和温婉婉 在同一个部门上 还暗地里 给那个叫张扬的主管放话说 李飞飞就是总裁太太 也没能把温婉婉气走 这个温婉婉怕是不简单啊 要是一般人 我那宝贝孙子能看得上 也是 她来了 来得正好 我们刚好可以试探一下温婉婉 她到底是不是想停的良配 马上去我发的地址 把衣服拿到办公室 可我快迟到了 你迟到关我什么事 你 不生气不生气 为这种人不值得 小姑娘 你能教我怎么坐地铁吗 你躲去哪儿偷懒了 给你十分钟 再不到就别干了 不 小姑娘 不好意思啊 您问一下其他人吧 对老人认识 你们这个时候的心理 这张婚事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 呃 呃 呃 那老人晕倒了 啊 奶奶 到处都有监控 就算是诈骗也没什么好怕的 一二零吗 天底园小区这边有人晕倒了 你们快过来吧 奶奶 我玩玩我的衣服呢 马上马上 你的衣服我刚 自射处 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要你有什么用 哥 嫂子被李飞飞打了 我刚 路上有个晕倒的老奶奶 给她送医院了 我不是故意托你这么久的 每天死那么多人 你那么善良 怎么不跟她一起去死 我看 这是犯贱 住手 李飞飞 你随意殴打辱骂员工 行为极其恶劣 霍总让你马上向文文文道歉 你说霍总让我给这个低贱的社畜道歉 你没搞错吧 霍总早料到你会是这个反应 他刚才打了你一巴掌 你可以打回去 出了事 霍总给你担着 好 你敢 住手 怎么突然叫停了呀 我就知道霍总舍不得让我受委屈 也就吓唬吓唬我 低贱的社畜还妄想打我 你又干嘛 你敢打我 不好意思 我才想起来 霍总说你已经受委屈了 不能再让你手疼 所以这耳光还是我带了啊 你没什么意见吧 啊 没有没有 是我谢谢霍总 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的话带给霍总 你没事先去休息吧 好 霍总让我警告 下不为例 下不为例 另外尽快澄清你不是霍总太太的身份 不然 卷铺盖走人 哎 哎 你们听说了吗 这霍总让秘书替温婉婉撑腰 这一巴掌把李飞飞都打摔在地上了 我当时啊 被李飞飞叫去给她倒水 就在门外 哼 那巴掌打得可借气了 哎 这李飞飞仗着自己是组裁太太 把我们这些员工当丫鬟奴隶使用打得好 哎 婉婉 你跟霍总是什么关系啊 我不认识霍总 她会帮我 应该是出于对我们基层员工的爱护 婉婉 你不说也没关系 不过以后你得照着我们 不明他们知道我不是你 向天哥哥要是怪罪起来 我就像以前一样找霍南来求情 你们这群没眼里见的社畜 居然傻到巴掌这个贱人 就在刚才 刘秘书被派去了棉北的子公司 棉北子公司 狗都不去 把刘秘书调过去 不就等于变相降之发配去冷宫了吗 这刘秘书是总裁的心腹 这怎么会呢 当然是因为她假传圣旨 得罪了我们总裁太太 你以为巴掂上了刘秘书 假传圣旨 就能击到我头上了 愚蠢 原来刘秘书 发配去棉北子公司 都是温婉婉害的 这样的员工 还留着过年吗 温婉婉 你可以去办理离职手续了 我没有勾引刘秘书 我也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让我离职 这里是祸事集团 换句话说 这里是总裁太太李飞飞的天下 得罪了她 你还想留在这继续干 我倒要看看你能挺到什么时候 过段时间你去趟棉北的子公司待上一阵 做好接应 确保我岳父过去后的安全 您放心 我一定安排躲当 我要的不是这个 只要她开心就行 霍总 女人是需要火的 不如送她礼物吧 那婉婉缺什么呢 有帅气的老公 也有房 那 就车了 我这就去办 不要让她知道是我送的 您是想 好 这次我一定拿你好 干嘛收拾东西啊 你不会真打算离职吧 得罪了总裁太太 离职是早晚的事 硬撑着头皮不走 也是咽不下那口气 提前收拾一下 走的时候方便一点 原来本想着发公司好还贷 看来只能将这块一步当多 你要相信霍总 不可能 没事 我想想别的出路吧 哦 对了拉拉 嗯 我之前坏的设计搞不见了 我记得我明明保存了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你一直保存在电脑上吗 嗯 以后有重要的东西啊 一定要多做几份保存 云上船物理保存都要做 好 我在U盘里要保存一份 是后下庭的那块玉佩吗 怎么会在这呢 这玉佩是谁的 我的 谁给你打 不会是偷的吧 啊 你又干嘛 你敢打我 去查一下文文文 我怀疑她就是跟霍向婷 闪婚的女人 这李飞飞又不知道 在搞什么幺蛾子 管她的呢 神经兮兮的 哦对了 今晚公司有团建 聚餐之后还有抽奖活动 特等奖好像是千万豪车 到时候一起发 我要是有抽奖豪车的运气 我爸也不用一百年纪了 还去棉北打工 说不定这次 就运气爆棚了呢 就这么说定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画设计稿啊 再不走 出奖活动都要过去了 我就不去了 我打了一天的杂 好不容易有时间画稿 这设计稿什么时候不能画呀 你错过了抽奖 就错过了千万豪车 走嘛 我没有宴会能穿的衣服呀 我借你嘛 走了 现在开始宣布中奖号码 王王 你的号码是多少 我看一下 什么好看的 你们两个蠢货 不会天真以为能中奖吧 实话告诉你们 今晚中奖的人早就安排好了 今晚的活动 不过是货子为了讨飞飞开心舍的局 婉婉 你别听那胡说八道 我知道 这样吧 我们来打个赌 就赌今晚中特等奖的人 肯定是飞飞 如果你输了 你就辞职滚猪公司 那如果我赢了 我要设计是应有的待遇 而不是给李飞飞当丫鬟 好 不过你输定了 呀 飞飞姐 该恭喜您 飞飞姐 您中了一等奖 一等奖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吧 你懂什么 获总宠妻 一等奖都中了 特等奖还会远吗 张扬 跟这种没有见识的人 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瞧瞧人这格局 这是你的车子后门吗 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出外勤了 我可能会离职 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想离职 说来话长 不过我想好了 如果我离职了 我就跟你还有爸爸 一起去棉杯打工 现在宣布特等奖中奖号码 我要是你的话 现在就抓紧回去写一支报告 而不是等着被打脸 特等奖号码是 525 986 525 986 完完中奖了 还是特等奖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中特等奖 拿来我看看 一定是搞错了 还给我 想要啊 张扬 干得好 对付这种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就应该这样 好吃吗 味道不错啊 味道不错啊 让你失望了 刚刚把他拍下来 现在有请特等奖人员上台领奖 不愧是我老婆 我中奖都是特等的 对了 哪边是刹车啊 要换我开吧 不用 左边是刹车 右边是油门 不玩了 突然想吃橘子了 我知道一个橘子庄园 前面走着 老板 老板 没有神啊 老板 我想到一个主意 不会是想翻墙吧 不会说老公 聪明 不行 待会别人把我们当强盗怎么办 算了 还是留钱吧 留什么钱 搞瘦 你行不行 看不起我是吧 我先过去 在里面接你 我 我饿了 来 这边 真漂亮啊 小时候我们家 也有这样的一个橘子园 后来我爸妈来到城里打工 直到我妈去世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了 你要喜欢这儿 那以后我们就经常过来 你就会觉得像你妈妈在陪着你 我有点想她了 你知道吗 我妈还在世的时候 就一直希望我能够学习好 工作好 嫁得好 可是直到她去世 都没能看到我收获自己的幸福 现在我很想告诉她 我过得很幸福 虽然我们都很普通 但是日子却过得很特别 我现在只是很心疼我爸 一把年纪了 还要跑到棉北那么远的地方 去打工 换高利贷 我要是再努力一些 她也不至于 婉婉 其实 我很羡慕你 我很羡慕你 我很小的时候 我爸因为空难去世 我妈妈跟别的男人跑了 从那一刻开始 我只要跟女人 有亲密的接触 就会全身过敏 浑身难受 但 你是个例外 难怪你除了 基本跟我在一起之外 都戴着手套 我还以为你 你以为我什么 还以什么 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是你的命中天宁 所以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你 这可是你说的 以后你要是变得很有强 可不许抛弃我 当然不会了 女人要自爱 继续一个月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发生关系的那个晚上吗 嗯 我第二天去医院缝了好多长 一生让我进入一个月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这种事情怎么说 抱歉 我那天也是被别人下药了 所以才 对不起啊 你知道吗 你是除了爸妈以外 对我最好的人了 我是你老公 对你好是应该的 对了 我打算 把车子卖了还债 以后我们赚到的钱 一部分拿来家用 一部分存钱来买房 文文文 你知道吗 你只有一点不好 什么呀 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扛 我们 我们领证的那天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你就不能拿那个锯环吗 你为什么老是不愿意啊 我不想连累你吗 你妈妈 因为治病欠了一百多万 你和你爸爸觉得拖累你们吗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是一家人 但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你家人 好了别生气嘛 哄不好了 笑一个 你要我笑我就笑 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 我不笑 没有红毛的人 一个吻不够就再来一个 你们干什么的 啊 走走 我们拿了那么多橘子 给老板拿哪些钱快 给你 你们两个小偷给我赞助 果然是文文文那个贱人 敢跟我抢向庭狗 你死定了 大早上呢 橫冲直创 准备去哪给我闯祸 我怎么给你闯祸了 你让我去向庭哥的公司上班 我不是乖乖的去了吗 我让你去货向庭那上班 是要你促进我们两家合作 让你早日当上货太太 你反倒让货向庭 取消了跟我李氏集团的合作 我真是白疼你这么多 爸 爸 你别生气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我不管你那么多 赶紧写办 让货向庭继续跟我们合作 你们到现在都没有查到 是谁送我去医院的 明天这个时候还没有查到 你们就不用来见我了 奶奶 什么事呀 发这么大火 前两天我在路上晕倒了 幸好有个好心人呀 送我去医院 我一直想感谢这个恩人 可惜那些不中用的 居然到现在都没有查到 奶奶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好孩子 快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脸在天边 尽在眼前 你是说 是你救了我 嗯 我那天有急事 问过医生 确认你没事之后 就急事离开了 后来想着探望你 可是一直没有抽出身来 哎呦喂 闹那么大个乌龙 好孩子 你想要什么 奶奶给你 奶奶 我什么也不想要 只想能够常常陪着你 可是 可是向婷哥娶的那个女人 好像很不喜欢我 怎么了 魏文婉让向婷哥 取消跟我爸公司的合作 他还要 还要把我赶出公司 他对向婷哥好也就算了 我受点委屈也没有什么 可是 我听说他跟向婷哥结婚之后 还跟别的男人共三大四的 岂有此理 嗯 奶奶 你看 这个温婉婉 她不仅水性洋花 还非常嚣张跋扈 这个被追着打的男人啊 就是她的前委婚夫 她现在跟向婷哥在一起 那指不定以后也会 只要我有一口气在 我就会让温婉婉 离开我孙子 哪怕他们领证 我也会让他们离婚 嗯 这些作品都是我们这最厉害的服装设计师 菲菲小姐亲自设计 她之前在国外留过学 是世界知名设计师拉菲的学生 还有别的吗 有事有 但是 看看 您在看过李菲菲小姐作品之后 再看其他的肯定是看不到她了 让她来给我们公司号服装设计 可她只是个新人 她甚至都 那不是有你的吗 就这么定了 行 我送送你 您别生气 那个王总就一个大老初 他根本欣赏不来 正好 听说王总最喜欢玩女人 既然他能够看得上温婉婉的作品 也一定会看上他的人 我现在就去安排 温婉婉 设计稿呢 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的设计比李菲菲的好 才被甲方选中 你不过是走了狗屎晕 现在还敢偷懒 赶紧把设计稿交上来 那不是后天才要的吗 你敢跟我顶嘴 不服管就走人呢 给你 怎么没有了 还没保存了呀 快快快快快快 电脑无双船保存的设计稿都没有了 怎么用牌也找不到了 温婉婉 设计稿呢 我好像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我们辛辛苦苦筹备了一个月 马上就等着设计稿投入生产 你现在说找不到 我 你是在耍我吗 我记得我明明保存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了 你不要跟我解释 你去跟甲方爸爸解释 你知道按照额头 我们不按时交付 要赔多少个月金吗 我会为我的过失承担责任 怎么承担 离职吗 我告诉你 离职都不回 喂 王总 好 行 好 不见不散 现在赶紧收招东西 跟我找王总赔礼道歉 如果他不原谅你的话 你又等着赔偿天价巍巍金吧 温温温呢 跟周八皮出去了 怎么了 周八皮刚才大发雷霆 把温温温骂得可惨了 他不小心把设计港弄丢了 王总要是不原谅他的话 温温就要走人 还要赔偿天价巍约金 什么 王总可是出了名的老色批 这温温不是羊入虎口吗 这下温温温可惨了 把这些喝了再谈 光喝酒有什么意思啊 那不得 嘴对嘴 喂王总哥 可以可以可以 不好意思王总 我不会喝酒 都什么时候还装 你就是这么保护你嫂子的 我就出了一会外亲 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啊 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次 还想有下次 不是 哥 去 我不去 去 我的游牌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我 王总 等会儿我会把服装设计稿 发到您用宵里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王总 独子 王总 他老子在这消遣 你害我得罪了王总 还想走 什么意思啊 我不是说把设计稿发王总吗 你害我得罪了王总 现在就办了你 我拉拉 拉拉 先带你嫂子回去 我拉拉 拉拉 先带你嫂子回去 你 你别过来啊 我告诉你 我上面有人 好啊 说来听听 我从小就是个下的 李飞飞 他不单单是李氏集团的千金 还是霍氏集团的总裁太太 你得罪了 你 拉拉 你表哥一个人在里面 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放心吧 我哥退我退主兵 就周八平那个弱鸡 还不够我哥认身的 这次一定要狠狠教训那个渣男 不行 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相亲你别冲动 我万一打伤人 是要赔钱 放心吧 有我在呢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就那个菜鸡怎么伤得着我 那他 放心吧 走 咱回家 向婷 你赶紧跑路 你干什么呀 跑什么路 不就是一个张扬吗 看能把我怎么样 你太天真了 我天真 就从一开始就是个局 删除电脑设计搞的 就是李飞飞和张扬 那又怎么样 你怎么还不明白 你打了张扬 就等于得罪了霍氏集团 还有李氏集团 晚晚 本来 我是想在一个隆重又浪漫的地方 说接下来的话 但现在看来不说不行了 其实 我就是 谁啊 该不会是他们打上门来了吧 你赶紧躲起来 不用那么紧张 就算有危险 也是你躲起来 你 你 奶奶 您怎么还找到我家里来了 怎么就不能来了 这是我孙子家 孙子 这是 我是他奶奶 世界还真小 没想到您居然是自家长辈 奶奶您先坐 我去给您倒杯水 奶奶 不是跟你说了先别露面 再不露面 你就要被狐狸精吃的 连骨头都不剩了 瞎说什么呀 奶奶您喝水 怎么 你们要出去 我们 您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就先 谁说没事 向婷 你不是有事要出去吗 你去忙 我留下来陪她 其实也 对 你就先出去吧 我 你可不能让我给奶奶留下不好的印象 快吃 那你自己小心点 放心吧 奶奶不会吃人 我听向婷说你们是闪婚 对 我这次过来就是希望你主动离开向婷 我做错了什么吗 你没错 但是你跟向婷在一起就错了 这里是五百万 你拿去还清高利贷 剩下的钱足够你重新开始 在你心里 向婷就只值这么点钱 当然不 这辆车九成型 价值八百万 你拿去卖了 怎么也比你给我的五百万要多 我要你 您看过向婷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那我就当您是在夸我了 你会后悔的 这个李飞飞不但阳奉阴违 还跟张扬串通一气 祸害我老婆 马上联系媒体 爆出 霍氏集团改变投资方向 导致调整事件规划 这样一来 李飞飞将到处借钱集资的地皮 就损几百亿了 上百亿算什么 对了 今天奶奶中午 去了我老婆的公寓 这件事 肯定跟李飞飞脱不了干系 你是说 奶奶现在跟嫂子两个人在公寓啊 我相信你嫂子应付得了 不过 这次我不搞得李家怀疑人生 我就不幸了 今日 一名二十多岁年轻男子意外身亡 遗体无人认领 男子身高一米八二 穿白色衬衫 黑色西装裤 跟向婷的身高一样 就能穿的衣服也一样 该不会 该不会是张爱来寻仇了吧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你别怕 好想你 怎么突然这么拧人 想听 都怪我不好 如果不是我 你也不会惹上这么大的麻烦 别自己吓自己了 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对了 奶奶 没有为难你吧 没有 就是 我好像惹你奶奶不高兴了 没事的 奶奶那边有我 我到时候哄她就行了 向婷 你今晚 可以跟我一起睡吗 我害怕 你怎么了 睡不着 我 我去隔壁睡吧 和你躺在一块又不能碰你 难受 那个 我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真的吗 张扬 你事情都没有办好 还有脸来找我 本来事情进展的挺顺利 谁知道突然杀出来一个程晓金 差点没把我打死 菲菲姐 你要替我做主啊 你是说 温婉婉身边还有个男人 对 温婉婉那个贱人 有男人照片吗 有有有 我现在给你发 怎么了 那个男人知不知道是我派你过去的 您认识他 回答我的问题 李菲菲好像有点紧张 害怕 这不对啊 张扬 不不不 我没有说你 这段时间你先不要露脸 去我给你的地址 找那个叫卷毛跟老赵的 他们会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 打我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啊 你是不是认识他 只是一个普通人 你不用怕 我不是让你露脸呢 是为了方便后面的计划 你放心啊 等事成之后呢 我会让你当上公司的 合管人的 好 我现在就去办 温婉婉 竟敢跟我抢的人 就等着在绵北那个地狱 生不如死吧 爸 象廷哥之所以取消跟我们李家的合作 改变投资方向 那全是受人挑唆 这一次啊 您可要亲自跟他谈一谈才行 什么人这么大本事 就是那个叫温婉婉的社畜 勾引刘秘书各种使坏 走 我跟你去找霍江亭 我让他这么一直糊涂下去 好 哥 现在有好多户主 要求李氏集团退房 已经闹上热搜了 过不了多久 李家不但损失百亿 还名誉受损 不过张扬消失 张扬本来就是个工具 倒是李家 损失的程度还远远不够 李家破产是迟早的事 我就担心这件事 会给嫂子留下心里阴影 所以替你给嫂子准备了一些礼物 你看合不合适 拿进来 这也太眨眼了 你嫂子看来会多想的 湘婷 准备这么多礼物 你太客气了 我们家飞飞能嫁给你 那是她的福气 之前 我听飞飞说 你身边的刘秘书 被个叫温婉婉的社畜 给蛊惑了 各种在你面前离间我们李霍两家的关系 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 不会那么糊涂 怎么会被个秘书 还有社畜 摆布呢 尤其是像温婉婉那种 出身低级口中 出身低贱 蛊惑刘秘书的社畜 温婉婉 是我老 我老 出身小男小女 平时呢 胆小懦弱 没有心机 只会对人傻乎乎的好 你们欺负我 不行 想欺负我老婆 更不行 实话告诉你 刘秘书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歌手 你们李家现在的损失也只是开始 以后还有更惨的等着你们 不过造成这一切的人 并不是别人 正是你的宝妃女啊 微妇 向婉 不 霍总 霍总 孙科 霍总 霍总 爸 你有见到向婉哥吗 他怎么说啊 他有没有说 把文文婉赶住公司啊 你还有脸让我找文文婉的麻烦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祸害 我就不在你身上浪费这么多心绪 爸 这些都是文文婉 那个低贱的社畜 你给我闭嘴 不准你再说这种话 文婉婉 是霍相婷的老婆 霍相婷居然为了给文婉婉撑腰 在爸爸面前承认文婉婉是他老婆的事 可恶 你给我一起去找文婉婉道歉 无论如何 也要取得他的原谅 走 哥 告诉你个好消息 李家过两天就要破产了 这算什么好消息 意料之中的事 李家即将破产的消息 在别人看来就觉得不可思议 在你这就成理所当然了 不愧是我哥 少说这些没用的 张扬 这个人找到了吗 啊 张扬前不久 跟给嫂子放高利贷的卷毛 还和给你岳父介绍去缅北工作的老赵 这三人一起吃了个饭 总感觉在憋着什么大赵 继续盯着 缅北那边还有什么新消息 刘秘书打电话过来说 已经派人混进缅北的诈骗员了 不是 我 还查到一个关于嫂子不好的消息 说 嫂子有家族遗传病 是血有病 嫂子的妈妈当初就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 就怕你们以后生出的孩子也会 况且奶奶本来就不同意你们这门婚事 这下可好 更不同意了 请你嫂子保密 哥 你跟我嫂子果然是真爱的 既然你这么爱嫂子 就赶紧公布她的身份 我在公司 天天看着李飞飞药无扬威的 我看得我都想把她当了我都 公布你嫂子身份的宴席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另外还准备送给她一座橘子山庄 过段时间吧 你为了我嫂子可真设得花钱啊 我看了都相信爱情 等你遇到对的人的时候 自然就明白了 不过在这之前 把这整理一下 不是吧 这里面可能有李氏集团商业犯罪的证据 你不是一直说 要替你嫂子出口气吗 好 我一定会找出证据 把这个李飞飞按在地上摩擦摩擦 加油 哥看好你 文婉婉 李总 文婉婉 很遗憾你被优化掉了 待会儿去人事办下手续 遣散费 我们还按照规定补偿给你 优化 是因为我哪里没有做好吗 这是公司的决定 是因为李飞飞吗 我明白 文婉姐 我是李飞飞的爸爸 这次我跟李飞飞过来 是特意向您道歉的 快点 sorry了 我刚被通知了一句 现在李飞飞又跑来向我道歉 难道是霍总人帮了我 算了吧 这种没有诚意的道歉 还是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 爸 我的天哪 你怎么打我 今天文小姐不原谅你 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对不起 成根点 文婉婉 都是我的错 请你原谅我 这是一套地豪院的别墅 希望您能收下 还望您能 既往不救 给小女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 帝豪院的别墅是价值上亿 那里同情方便 而且 还有几所名校的学位房 更重要的是 住在那里的 可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啊 看来 温温温要发达了 不用了 太贵重了 你要是 不喜欢 我还可以送您别的 只求您能原谅飞飞 如果 你们真的诚信道歉 我希望我可以留下来继续工作 又是你搞的鬼 这可不是我做的 文小姐 不知道是谁通知您 李之亮 人事部的李总 那可能你是真误会小女了 飞飞虽然跟货家关系不错 但是她没有能在 去支持李总做事 老公 我被公司辞退了 我还是跟我爸一起去棉被打工算了 你现在在哪 我在公司附近 我手机快没电了 我 你 没电了 是霍老夫人亲自打电话下的命令 我不敢不从啊 别忘了 现在我才是霍氏的掌权人 而不是我奶奶 是 人现在就在门口 你怎么赶她出去 怎么请回来 奶奶 怎么 要被那个女人兴师问罪 不敢 不过 您不该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赶我老婆出去啊 文婉婉不是你的良配 她连教老人坐地铁都不愿意 更不要说善待甜甜了 更可恨的是 她居然还妄想送我一辆车 让我跟你断绝关系 那肯定是您先为难她 飞飞说的没错 你的魂早就被她狗走了 一开口就帮她说话 就她这样的 根本不配送我们货家的乳母 既然这样 那货氏这个掌权人我也不当了 您爱让谁当让谁当 你怎么跟我说话的 卧总 夫人好像离开了 我吵遍了公司门口 也没看见她 对不起 您多假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之前我听老夫人的意思 要夫人离开你 会不会已经 你 你 小朋友 你是 甜甜 你这个坏女人 我今天过来 就是给你抢爸爸的 谁说我要给你抢爸爸了 谁还没有自己的爸爸呀 来 换个拖鞋吧 新的 专门给你买的 我不稀罕 好吧 那要是地板脏了 你要拖地哦 那我就告诉我爸爸 你虐待我 那我就告诉我爸爸 你冤枉我 谁还不是爸爸的性感宝贝呀 你那么大的人了 怎么学我小孩子说话 修修脸 哦 原来你喜欢当小孩子呀 我才不是小孩子 我长大了 我是大人 大人才不会像你这么笨 连拖鞋都不会换呢 换就换 谁怕谁 我这刚闪魂现在又闪了一个孩子 精彩 你回来了 怎么了 别动 让我再抱会儿 别抱了 天天来了 太太想你了 就找了过来 还说非要跟我们一起睡 跟我们一起睡 你这不刚好一个月 还想着 别贫了 没个正心 奶奶会担心吧 我打个电话 等我 喂 拉拉 你跟奶奶说一声 天天今天睡我这儿了 我劝你还是跟奶奶好好说说 我也不能一直帮你传话吧 奶奶笑点气再说吧 没想到啊 哥 你还是个爱美人 不爱江山的恋爱呢 居然为了嫂子 连货家掌权人都不当了 我在想 要不要带你去摆摊 少拼嘴了 帮我在家里好好哄哄 别老生气 身体不好 嗯 我知道 不过只包不住火 哥 你还是赶紧跟嫂子坦白吧 行了 行了 搞定了 我们去办正事 别闹 别闹 尊敬的婉婉女士 我是您的一号技师 今天由我来为你服务 你没事吧 我忙着呢 天天睡着了 咱俩补个蜜月 太快了 我们早点睡吧 那好吧 天天 你怎么进来 我不敢一个人睡 我想我太奶了 我也想我妈了 来来来 一起睡吧 进来 睡了 我的衣服 我的衣服 怎么了 我设计的衣服被毁了 这是我报名参加设计师大赛的作品 也是我要送给你的礼物 现在怎么办 天天 是不是你弄的 好了 不怪她 天天从小就没有妈妈 所以才会缺乏安全感 现在我们是三口之家 要有耐心 让她找到家的感觉 她也不像太奶奶说的那么可恶 对了 你不是说这件衣服是送给我的吗 我很喜欢 设计师大赛 早晚会得奖 你不是还要带天天出去吗 先去吧 你 啊 啊 再补通的衣服 经过我温大师的时候 都能轻易扎进 万万 刚才看到新闻 你的设计 得奖了 真的 我老婆可是我见过最有才华 最漂亮 最厉害的设计师 太好了 我真的得奖了 我们庆祝一下吧 你给我做大餐吧 爸爸 你做的饭能吃吗 我不会毒死吧 我才五岁 还是一个宝宝啊 瞎说什么呢 天天 那今天我们出去吃大餐好不好 哦 去吃大餐了 去吃大餐了 经过我的考察 你顺利的通过了 哦 通过了什么呀 欢迎光临 这是你们的孩子呀 你们看着真年轻 老板 你搞错了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 吴婉婉 我叫你一声妈 你敢答应吗 这边请点餐 儿子 快去吧 我们去站坐 哎 有种别跑 怎么这里都没有人来吃饭啊 正好 我爸爸不喜欢跟外人一起吃饭 太吵了 也就是说 你每次跟你爸去外面吃饭 都会选择这种生意不好 没有人的地方 这样啊 好像是漏嘴了 太奶奶说了 不能让他知道爸爸的身份 嗯嗯 嗯 都点好了 i also want a piece of chocolate mousse tiramis a pack shake matt blank ball and 没有跑 甜甜 你应该太好了吧 这有什么 你不知道我以前 算了 不跟你说了 对了 你想吃什么甜点 你想吃什么甜点 i i like like rice 我你闻我了 你坐的原本属于我的位置 还笑的这么开心 你等着 马上你就笑不出来了 对了 下午的时候 李总来找我 他跟我说 让你明天去上班 算了吧 我打算跟妈妈一起去棉被打工 等赚到钱 创业卖自己设计的衣服 要去也是我去 你不是一直想去上班吗 你就在家里面照顾好甜甜 我出去赚钱 然后我给你开公司 也行 不过开公司还是算了 到时候在网上开家网店 搞直播倒是可以 谢谢 来开吃了 甜甜甜甜 甜甜 怎么了 甜甜甜甜怎么了 飞飞啊 有事以后再说 我着急赶着去医院呢 甜甜食物中毒在医院抢救 什么 甜甜一直都好好的 怎么跟温温温在一起就 你的意思 甜甜食物中毒跟温温温有关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我听说温温温有家族遗传病 她妈妈还有她外婆 都是得这个病去世的 奶奶 甜甜跟你在一起就进抢救室了 我可不敢担你这生奶奶 奶奶 甜甜食物中毒 这跟温温有什么关系 你跟我过来 奶奶 霍家这代就你一个男丁 我绝不允许你娶温温这样心术不正 还有家族遗传病的女人 家族遗传病 这不是温温温可以决定的 她也是受害者 而且 您不能拿这一点说别人心术不正 只有你这口气 你早就知道她有遗传病了 哪怕当霍家的罪人 哪怕死后无法面对列祖列宗 你都要跟温温温在一起吗 奶奶 我有血有肉 我也有七情六欲 我只想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在一起 您就成全我吧 温温温她不配 我当初试探她 她是没有要钱 但是让她教我坐一下地铁 她都不愿意 我那天在地铁口晕倒了 如果不是李飞飞 我都不知道自己活不活在这个世上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我就不明白了 温温温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套 论学识 论家庭背景 论人品 她哪一点比得上李飞飞 她李飞飞 会给我设计衣服吗 会跟我去吃路边摊吗 会跟我半夜翻墙摘果子 我身份卑微 无车无房 没有工作 还带着个女儿 她还会愿意嫁给我吗 奶奶 我非温温温不可 你 你 胡晓婷 我们分手吧 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像我这样的人 从一开始 就不应该说我有爱情 家庭幸福什么的 能够遇见你 被你这样的人真爱和喜欢 我真的很开心 那你还要跟我分手 你舍得吗 可我更舍不得你现在这样 向婷 有时候 爱一个人 不是非要在一起 也许分开 才是更好的选择 我不准你走 你以为我想跟你分手吗 你奶奶不让我们在一起 她和田洁现在都在里面抢救 你让我怎么办 我有一串病 我伤的孩子 会一串给下一代 可你是一脉单纯 我除了离开你 没有别的选择 难道你让我眼睁睁 开着你这么痛苦 我却什么也做不了吗 你说了 奶奶我会去求她 我会让她接受 你要一串病症 没什么 我们已经有田田了 奶奶想要男孩 我们去连岸一个就行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什么都能解决 都可以解决好不好 不要还是算 田田虽然是女孩子 但她也是亲生的 要是领养了别的男孩子回家 她心里肯定不舒服的 搞了半天 温温温这个蠢货 竟然以为田田是货向婷亲生的 如果我 老公 其实我那天 是因为快迟到了 才没有叫奶奶坐地铁 我早知道你肯定有原因 但是后来我又回去了 是我送奶奶去医院的 你看这些 是我用手机在医院 给奶奶缴医药费 还有挂号的记录 我不知道为什么 奶奶一口咬定 是李飞飞送她去医院的 又是她 该死 温温温居然留了医院的记录 不行 一定要尽快铲入 温温温这个绊脚石再想 我听说你们李家已经破产了 还是霍总亲自下的手 你这个时候找我为什么呀 给你看看这个 李飞飞是霍甜甜的生物玄武器 你跟我老公有一腿 剩下的甜甜 所以这就是霍总 让你们李家破产的原因 天哪 奶奶奶居然到现在都不知道 她老公就是霍氏集团的大总裁 如果她知道了 岂不是更不愿意离婚 对 我找你 就是要让你跟相提哥哥离婚 不要成为我们一家三口团聚的绊脚石 李飞飞 当初是你要离开霍向婷和甜甜的 凭什么你现在要跟他们在一起了 我就要离开 别忘了 结婚证上写的是我和向婷的名字 我才是她的老婆 不是你 结婚证不过是你们婚姻的牢笼 你们的婚姻得不到长辈的祝福 而且你也无法保证给相提哥 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只要跟你在一起 就会因为你不断地跟奶奶发生冲突 等奶奶去世后 你觉得她不会后悔 不会对你产生一丝怪怨 还是你这个后妈 能代替我这个亲生妈妈 给甜甜母爱 怎么不接电话 你老公不去了 要不在这疼他 不用等了 我们走吧 怎么是你 罗赵 他怎么在这 老哥哥别害怕 这都咱自己人 原来这套 你不说清楚 我们立马下车 说话 有什么可说的呀 跟着赵哥去美美发道财 谁还去放高利贷呀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来 文文 你到底在哪 我找你都快吵疯了 没有我的允许 谁让你离开我的 你看看你 有一点祸家掌权人的样子吗 被一个女人搞成这样 奶奶 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我之前也跟您说过 您如果不让我跟她在一起的话 祸家的掌权人 我是不会当的 太太跟您岳父 已经在南眠北的路上 给我听好了 他们要是找一根头发 你是问 你要去哪 你要去找他们 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踩过去 奶奶 婉婉和我岳父现在遇到了危险 要不现在过去救他们的话 他们很可能死在棉北了 去救她可以 但是必须答应我 回来以后跟李飞飞成婚 您看这个 您还记得您上次晕倒的时候 是温婉婉带您去医院挂的号 和脚飞证明 这不是李飞飞救的我们 温婉婉怎么会有这些 是温婉婉救的您 李飞飞当时还在上班呢 你要不信的话 咱会去掉监控 一个人是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 李飞飞居然敢骗我 她不单单骗您 她还买通厨师 给天天吃了芒果 才导致过敏性休克 这些年 我把李飞飞当孙媳妇一样疼爱 她居然敢这么对我 这件事很简单 她做这一切 只是为了让您误会问问问 喂 太夫人 我查到温婉婉的父母 其实是养父母 她的养母因患有血肉病 无法生育 在孤儿院领养了她 而且根据她之前做过的 入职体检看 她并没有家族遗传病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湘婷 之前是奶奶老糊涂 冤枉婉婉婉了 你一定要把她跟她父亲 平安带回来 奶奶还等着抱孙子呢 这件事别人愿不愿意还是一回事 等八人救回来再说吧 你真的要把我嫁给霍向婷 当然了 这可是专门为我举办的宴会 温文婉只能困在缅北那个地狱 永远也不可能回来 而黄向婷这时候 向外公布这个宴会 是专门为霍家竹如举办的 不是为我 还能是 恭喜李草 得此成龙快续 李氏集团恢复荣光 更上一层楼便是指日可待呀 是 文文文文 你不是在绵 你是想说他不是在绵北 怎么会出现在这 他没有伤到你吗 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我不可以跟你这么亲密 究竟发生了什么 李飞飞跟我看过亲子监警报告了 原来他就是天年的亲生母亲 你们才是一家子 看着我 事情绝对不是李飞飞说的那样 明天晚上的宴会 我会跟你说明一切 怎么回事 奶奶 奶奶帮我 帮你什么 帮你污蔑陷害我的孙媳妇吗 奶奶已经知道 送她去医院的人不是你 而是我老婆 温婉婉 难道霍太太不是李飞飞吗 霍家可没有这样 歹毒如蛇蟹的孙媳妇 为了拆散我孙子和孙媳妇 居然谎称是田田的亲生母亲 田田的亲生父母 可是为国捐区的烈士 就你也配 李飞飞充其量就是个冒牌货 只有婉婉这样才配做我嫂子 来人 把她交给警察 爸 不要叫我爸 我没你这个女儿 爸 原来您才是霍总太太 恕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您见谅 什么情况 田田是我牺牲的战友的女儿 我真是身份识 你可别跟我说 你是霍氏集团的总裁 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 娃娃 抱歉 请你原谅我 嫂子 我哥其实早就想告诉你了 他是怕怠慢了你 非得要跳在这种隆重又浪漫的场合下 向你揭露身份 他拍下了一整个橘子庄园 送给你作为礼物 你就原谅他吧 一切都是奶奶这个老糊涂的错 娃娃 你原谅奶奶 再给向婷一次机会吧 她是真的爱你的 是啊 我哥甚至为了你 连护士掌权人都不做了 可是 我有家族遗传病 傻孩子 爸 爸爸其实有个秘密一直瞒着你 你把身体不好 没办法生育 你是我们灵养的孩子 所以 你根本就没有家族遗传病 老婆 请你原谅我 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 我暂时先饶过你 彻底原谅 还看你表现 对 风的旋律 缓慢坠落 树叶的声音 余生 请你拆起 老婆 阳光清晰 匆匆经过 你的声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你拆起到